哈囉大家好 我是愛種花燕 我們今天又來到這個橫濱的李山花園 那我們今天要來看它的秋季花展 來看一下 那它的秋季花展呢 主要是種一些秋季的草花 那與菊花為大 那一樣等一下呢 我們就是要去它的這個 大花壇裡面看 那外面呢 就是跟日本的所有的花 像花展一樣 外面會有一些攤販 這邊就是你可以投這個錢進去 投錢進去它就會給你一個這個圖鑑 然後這個圖鑑裡面就有一些花這樣子 然後它就會開始轉 然後這個大姐就會給你一個圖鑑 然後這個圖鑑裡面就有一些草花的名字 一些草花的名字 那到時候你就可以去看一下 好 那我們就出發囉 那我們就走進去這個大門 那它這裡有一個機箱物 大家過來的時候可以拍一下 然後這邊就是它的吉祥物 好 那我們就走進去 它就是大花壇路口 我們要走到這個大花壇路口 然後我個人非常喜歡它這個 這個梯子 這個梯道 然後因為這個梯道呢 它就是很高 然後旁邊兩邊就是很高的樹漿 那當然是它後面有一段呢 是竹子 我很喜歡竹子那一段 我們帶竹子 大家來看一下竹子那一段 照這樣 就是這一段 這一段 它末段會有一個竹子 我超喜歡這一段的 它是在竹子裡面 好 那我們走走走 我們就可以到這個 末端 那末端就是 它這個 植物的地方 來看一下花壇的地方 它其實呢 是在這個 一個 小山凹 然後 小山凹裡面呢 有一個小山坡 那這山坡 就一個往上的感覺 就像哈比屯這樣子 那它這個面積呢 大概是 不到一公頃啦 不到一公頃 大概是這麼大 是一個半圓形的 花壇 然後它這個花壇呢 裡面有非常多眼型的小花壇 然後被 群山 應該說被群樹給圍繞 前程這樣的一個狀態 OK 很舒服的樣子 今天溫度也很舒服 其實秋天的植物跟春天 比起來是差非常多的 多樣性少很多 主要都是一些 樹根植物啊 橘科的 然後還有河本科的植物比較多 好 我們從這邊開始看 這邊可以看到呢 它其實種的是一些 橘科的植物 橘科跟 好 比如說這一顆就是 大理花 好 來看一下 那這一顆長得 有點像澤蘭 然後不知道是什麼 澤蘭齁 好 這樣子喔 它裡面就是 植物呢 它會種成一坨一坨的 然後把它交雜起來 那它的顏色搭配是很漂亮齁 顏色度比較不一樣能明顯的一些顏色搭起來齁 所以看起來整體會有種柔和的感覺 但種了非常非常多不一樣品種的Sage 就是塑械草齁 那像這一種呢 就是我們台灣最常見的這個是 這是粉二鼠尾草 粉二鼠尾草是 少數台灣種起來 種得很好的一個鼠尾草 然後這個是櫻桃鼠尾草 粉紅色的小花 那這個呢 是銀鴨灰 這個銀鴨灰很普通 可是種在花境裡面其實是很不錯的 那它這個有高起來的地方 這個是清香 這個台灣好像也有原生種 清香 好 那這個是一串紅 它這一串紅上面有非常多的 毛毛蟲我就不去看了 一串紅其實也是 鼠尾草的一種喔 大家都不知道 好 那像這個也是 Sage 那我剛看了一下它這個 Sage的名字叫做 Sacrubele Blue 這個Sage的名字是這樣 我也沒聽過 反正就是這個Sage 很大一顆 然後花色呢是比較 淺藍色的 這個也是鼠尾草 然後這裡有一個 比較淺顏色的鼠尾草 粉粉的 那另外這個鼠尾草呢 就是現在台灣還蠻多人種的 這個是蜂鳥鼠尾草 它的花就很大然後深藍色的 蜂鳥鼠尾草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往這邊走 那 這邊來看一下 這一區呢是紫色 藍色為雞鳥的 它種的全部都是鼠尾草 基本上 這就是 藍色的這個鼠尾草 這個我蠻喜歡的 不知道台灣有沒有在賣 這個種起來其實整體的量感很夠 很飄逸的感覺 那後面深紫色的呢 就是我一般常見的粉二鼠尾草 好 那接下來這一塊呢就是 黃色跟大花波斯菊 黃色大花波斯菊 跟一般我們常見的大花波斯菊 那顏色很漂亮 那這一塊搭配也是很美 我們來看一下 我覺得最精彩的就是應該是這一塊 這一塊是最精彩的 它其實搭配了許多這種有非常 粉粉細細的花碎的河本科的植物 像芒草那一類的 然後它這個芒草是紫色的 然後搭配後面的這個黃色 它基本上是一個對比色 顏色很衝擊 然後它這裡放了一個這個 紅色的鼠尾草 其實蠻跳的 那接下來就是這邊又有一些 比較柔和的這個河本科的花碎 所以感覺起來這一整區是非常漂亮的 我們大概看一下這一整區 這一區是我覺得最美的一區 大家也都有自己同在這裡拍照 這一區確實是弄得很不錯 它種的其實都是一些蠻普通的植物 這搭配起來是蠻漂亮的 OK 那大家近距離看一下這個 河本科植物 非常漂亮 它這個不知道是什麼品種的 像種起來是真的很美 它的花 好 那另外這個是另外一個鼠尾草 它的顏色是 花是深藍色的 很可愛 它現在還沒全開 全開應該是非常漂亮 它全部都是花苞 整面的花苞 好 你去看一下 那這一群呢 它種的其實是這個 天使花跟繁星花 好 看一下 這個是繁星花 這台灣很常見 那這個是天使花 這台灣都是15塊左右的價錢 很便宜的花卉 好 好 這一樣是蜀薇草 這蜀薇草的量體很大很美 好 那你看一下 它其實種的不是只有平平的而已 它這邊會有一些直立的小植物 這邊是清香 這樣弄起來 它就會打破整個平衡 所以它並不是只有平面 它有一些平面的植物 然後有一些圓形的植物 然後這個是直立的植物 所以它整個部分呢 是一個打破這個平衡的 不是很死板的 所以看起來就會很有動感 好 很漂亮 這個也是 從這樣拍過去也是很美 你看 看起來很整齊 可是事實上是有一些東西 打破這個平衡 然後看起來會很有動感 那像這個叫做大花波斯菊 那日本的大花波斯菊 台灣也是很常見 做來做田青作物的 不過日本的大花波斯菊 品種非常多 至少有幾十種 好 我們這裡有幾顆 比較近的河本科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品種 它這個 花碎超美 它這個花碎極美 但是這種植物一定要搭配在花境裡面 它單獨看整體的量感太大 不是很OK 但是它如果在一個花境裡面 比如說花的過道 或者是一些樹的旁邊種一顆這個 會把整個的這個線條變得很柔和 我很喜歡 好 那我們繼續往前走 哇 這裡有一個花葉落石 這個是一個花葉落石 嗯 台灣也蠻常見的 好 花葉落石是蠻適合種在這個 植物花潭的邊緣 它有鋪地性的特色 慢下去這樣子 那就是幾娃娃 好 那從這個角度看過去也是蠻美的 它這個角度就是 黃色的蛙為幾點 好 這樣子 那我們到中間 中間這裡有一區 也是以黃色為主的花 那這一區我覺得它的色彩分布就很好 它前面種的是一些 比較這個粉白色的植物 那後面呢就是黃色的 然後在後面呢是紫橘色的 那在後面呢就是森林的 那就是森綠色的 那整個顏色呢是蠻跳脫的 那這邊 這邊過去很漂亮 你看 這樣黃黃的 也是很美 這一區蠻漂亮的 這一區還蠻美的 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就繼續逛逛 這一棵是叫做秋名菊的植物 它其實不是菊花 也不是菊科的 它其實是 毛根科的植物 就是跟白頭翁那類比較像的一些植物 秋名菊 那這裡有一棵比較特殊的植物 叫做巧克力波斯菊 它有一個巧克力的味道 那台灣也有在賣 香酒園那邊有在賣 可以去看看 好 來看一下這一區 後面有一個紫色的這個大花波斯菊 其實很漂亮 那裡可以看到 那個粉紫色的地方其實是 應該是粉帶亂紫草 很美 你種植物呢必須要講求這個不要同樣的 然後不要把它 它要有統一性 但是卻要有一些東西打破它這個統一性 這樣子 整個花園看起來才會比較跳動 你看那個 這個粉紫色的很美耶 這粉紫色應該是亂紫草 然後這個是清香 它用這個粉紫色的圓形跟這個清香的石條 打破這個比較枯燥的這個花壇 然後這個整體就會有動感 然後畫面後面的部分它會種一些比較直立的 打破這個天際線 不然如果都是一個平面就會很死板 打破天際線 真的是很厲害 這個設計真的很美 因為 事實上秋天的花呢 不像春天的花那麼大朵 比較難搭配 不過它這顏色搭配得真好 你看這是藍色 粉紫色 然後一些黃色 黃色在當中就會很亮眼的感覺 很漂亮 好 看一下 這區其實是非常的漂亮 我個人覺得 它這裡有一個 黑色的辣椒 這邊是辣椒 看一下 從上面往下過去 我們剛剛從那個平台那邊過來的 這樣左過來 它實際上是一個自製型的往上 這個 那個綠色的草很漂亮 這是指示布 應該是在 命名應該是以那個 日本的原式物語的作者指示布為命名的 它的有一個紫色的裹飾 非常的特殊 看過一次就不會忘記 哇 這樣子這裡也很漂亮 這個相機拍起來跟眼睛看到真的是差滿多的 這個相機拍起來跟眼睛看到真的是差滿多的 我們來講這個 李山Garden的這個秋季的花 那主要的花就是以 蘇維草菊 跟一些河本科的植物為主 那當然沒有像春天那麼漂亮 如果要看春天的影片呢 可以點上去看這個春天的影片 花是會比秋天的多非常多 那但是還是很值得一來 那交通訊息呢 我會把它放到這個資訊欄下面 那有興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囉 好 我是愛中花的Ian 如果喜歡這樣的影片的話 也歡迎分享給你所有愛中花的好朋友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囉 拜拜